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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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您好 我是曹立宗 欢迎收看《空中主人学》 我们继续讲这个系列 使用你的头脑 今天我要请大家先看一段经文 在诗篇77篇 诗篇77篇的 第一节到第六节吧 如果您手头没有圣经 就听我来读 这是亚撒的诗 诗篇77篇 我要向上帝发声呼求 我向神发声 祂必留心听我 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 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 我成瘾悲伤 心便发昏 你叫我不能闭眼 我烦乱不安 甚至不能说话 我追想古时之日 上古之年 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 扪心自问 我心里也仔细 请查 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题目是 夜晚 夜晚是一个 多一点用头脑 想事情的一个时间 我们一般人可能是 白天上班 上学 白天做很多的事 会用头脑 晚上好像不是用头脑的时候 其实不见得 也许晚上 应该在另外一些方面 用用头脑 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件事 上帝从一起头 创造的时候 在创世纪第一章 祂最先造的 就是光 那你说神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 祂就把光跟暗分开了 从此以后 我们人就一向认为 用光明跟黑暗 来代表好跟不好 我们喜欢把正面的 说成是光明的 把负面的 说成是黑暗的 包括了 我们环境上的不顺遂 苦难 我们也有可能说 那是一个阴霾 黑夜 我们会提到心灵里面 也许有一些 痛苦 挣扎 绝望 恐惧 孤寂 可能我们会称它叫做 心灵的黑夜 你看我们一般人的行业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生活 比较多在白天进行 我们在白天上学工作 那夜晚做什么好呢 因为这样 有许多夜间的行业 就应运而生 当然也有一些工作 本来就在夜间做 可是另外 有许多的工作 是因为 要使人在夜晚 有地方可以去 pop 卡拉OK 电影院 白货公司 游乐舱 网咖 有许多地方 让现代人 可以安排他们的夜晚 其实 上帝安排有夜晚 我相信 至少其中很重要的 是要我们 休息 有一些安静的时间 好像我们能够思考 我们刚刚为什么读 诗篇77篇 那里第六节提到 我在夜间 我扪心自问 在夜间 扪心自问 很好的一句话 后面说 我心里也 仔细的心肠 当然我的意思 不是说 你在夜晚 都只应该要 默想 安静 或者参加聚会 祷告 不是啦 你晚上 当然还有其他的事 可以做 如果你有家庭 晚上跟家人 在一起 很愉快 各方面都很好 有的时候 晚上出去走一走 或者是 参加一个什么 都很好 可是我还是建议您 能的话 晚上分出一点时间来 就是有一点安静 用静默 回忆一下 这一天 甚至是之前的一些事情 做一些思考 让有一些事 沉淀在我们的生命 当中 也许有的 你会想要有一点 祷告 或者 末观 天主教的用词 很好的词 意思是我们 安静的 可是我们把 我们的眼目 定住在耶稣身上 注目在耶稣的 脸庞 我们 用一些这样的时间 末观 我觉得这样很好 我们之前提过 当人类始祖出 堕落的时候 那天 当晚的时候 神 来到伊甸园 寻找人 亚当你在哪里 英国的 有名的传道人 施布真 讲得很好 他说 神没有在 清晨 来找亚当 夏娃 免得人家以为他 给予责备 神也没有在 中午 正午时分 来找 亚当夏娃 免得 人以为他在 圣物当中 责备他们 神乃是在 傍晚的时候 那就是一天里面 人开始会 沉淀下来 会思考一些事情 也就有机会 为自己 所犯的错 有一些悔悟的时候 神来临导他们 所以当神 临导他们的时候 不需要跟他们争辩 要当夏娃 已经预备好 要承认他们的过犯 承认他们的失败 也意识到 他们将面对一个 不幸的命运 而预备好 要承受 神说要吩咐 他们的事情 我觉得这种 到了夜晚 我们会有机会 扪心自问 这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也常常 建议父母 一旦你的孩子 已经成长到 他会自己思考 有可能不见得是 十二岁以后 青少年时起 有的孩子 小一点 就已经很有 自己的思想 一旦他到了 这种地步 我们就要留心 不要常常 只是在 愤怒当中 责备他 有的时候 你多等一下 不急着纠正他 责备他 而是多等一下 有可能 他因此 甚至经历 一点失败 一点挫折 甚至受一点亏损 仿佛好像 你没有 快点拉住他 让他走进 更多的黑夜 也许那是好事 父母常常总是 急于 保护他 不要让他 走向那个 我们是一个 寻求 临风险的时代 可是那个 真的是好事吗 不见得 因为上帝 对待我们 就不是这样 他有时候会 允许人 似乎是 走向更下坡路 弄得更糟糕 他才来临到我们 也许我们也应该 从神学习 这些事情 他怎么样 对待我们 我们试试看 这样对待我们 周遭相关的人 有一些情况 我们允许他 走向似乎 更深沉的黑夜 或许那才是一个 扭转的契机 比方我们 刚刚讲的孩子 有的人要到 那个时候 他们才会真正的 反思他们自己 的事情 在这个之前 你以为 你可以一直提醒他 讲他 讲他 你要他专注在 这些事上 他不会啦 他专注在 怎么应付你上面 这是一门艺术 所以我不是在 告诉您 一定不要做什么 反正一定要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你每一个 遇见的每一个 个案 每一个情况 我们需要自己 做一点判断 可是至少 我们需要知道 并不是立刻拉住它 就一定是最好的 不见得 有的时候黑夜 无论那是指的 环境上的黑夜 心灵的黑夜 或者是大自然里面的黑夜 有时候黑夜是一个 可以使神 做很多事情的 一个机会 摩西将要行完 他的路程的时候 他给百姓重申 神颁布给他们律法 后来写成 生命记这一卷书 生命记快结束的时候 他仿效 他们的祖先雅各 给十二个儿子祝福 说预言 他也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说了一些祝福的话 在为约瑟 讲祝福的话的时候 这里有一段话 是这样说的 摩西在生命记 三十三章 第十三节 论约瑟说 愿他的地 蒙耶和华赐福 得天上的宝物 甘露 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 后面十四节说 得太阳所晒手的莓果 月亮所养成的宝物 很有意思 水果 果子会长得好 跟它受到阳光的照射 光合作用等等 有密切的关系 有太阳照射到的 这一边的果子 常常会比 没有太阳照射到的 那一边的果子长得好 可是这里提到 不是只有太阳 有这样的功用 这里提到月亮 养成的宝物 这很有意思 月亮是夜间出现 我们会觉得 夜间就是好像 一切都沉寂下来 所有的活动 成长 似乎都在白天的事情 到了晚上 有一些花朵 一些草 会有点垂下来 好像也在休息一样 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 他们再一次挺起胸来 所以我们觉得夜晚应该 不太是在进行 什么事的时候 可是其实不见得 在这里 摩西给约瑟讲的 祝福的话 我觉得 也可以说是 正是约瑟本人的经验 虽然摩西是在讲 约瑟之牌 约瑟也许从小受 父亲的宠爱 所以 他不太需要 整天跟父母争斗 阿牛争论打斗 这样 他大概不需要 所以他有可能 比他哥哥们 都更多的思想 他自己生命的事 我晓得 如果你 你多一点 宠爱一个孩子 说不定他也因此 会被教养 所以我们怎么样 在爱一个孩子 跟变成教养他 上面做出合适的取舍 判断 可能也是我们 可以学习的功课 但是我相信一个 从小像约瑟一样 受到宠爱的孩子 他有安全感 他也比较有机会 为自己做一些 正面的思考 或许这是他 从此得着 更多的歧视 跟智慧的原因之一 我想在约瑟身上 有一些东西 是像白天的太阳 带来生命 活力 亮光 欢乐 可是约瑟 在他生命里面 有另外一些东西 是不在人的面前 私底下的 暗中 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 甚至是内心的事 旁边的人 就站在他旁边 也不一定知道的事情 那就很像 夜间 有月亮的时候 那些在他心灵里面 生命里面 进行的东西 有可能一样 是很宝贵的 就像这里祈祷的 它不只有 太阳 晒手的莓果 还有月亮 养成的宝物 各位亲爱的观众 我们每一个人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都应该有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 整个的生命 是用白天 我们的一切的活动 别人看得见的 所有这些 来定义 我们的整个的生命 我们的人生 那是非常可惜的 有可能也因此 我们的生命 有可能会变成贫乏的 唯有我们 除了那些以外 我们有另外一些生活 是那种 别人 没有机会看见 发生在我们自己里面的 那种内在的东西 就像夜间一样 那种 这种 这一类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称它叫做 在神的隐秘处的灵交 跟神的 属灵的交通 这种隐秘处的灵交 是我们灵命得以 成长 成熟 很重要的因素 旧约时代 大卫很懂这些 在他的诗篇里面 常常提到 神的隐秘处 或者是 藏身在神里面 像这样的话语 是多么宝贵 这是我们 应该去操练的事 圣经里面也提到 有很多的圣徒 他们在夜间 遇见奇妙的事 亚伯拉罕有好几次 神向他显现 是在夜间 主耶稣 跟门徒立新约的时候 是在夜间 我觉得神能够 这样启示给亚伯拉罕 向他显现 跟他平常 过什么生活有关系 如果是今天 我不知道 亚伯拉罕会不会 也迷上手机 滑来滑去 有可能他如果 是在滑手机 他不一定会 看见神向他显现 当然我们滑手机 并不都是这样 有的人可以 滑手机 他在做的事情 是在默想 有可能那是 很好的事 或者 或许 晚上你应该 做一点这样的事情 大卫有一个朋友 拿丹是一个先知 他常常有 从神来的话 有一天他白天 跟大卫在一起讲话 大卫就提到 他可想为上帝 建造圣殿 那拿丹 在白天 他被眼睛所看见的 耳朵所听见的 许多的事物 笼罩着 所以他听见 大卫 倾诉他心里面的 渴望 对神的 爱 他一听就是很好 就 表示鼓励 但是那天晚上 他回去 在夜间 当夜间 没有 别人在旁边 夜深人静 你在一个 只有单独与神同在的 氛围底下 暂时停止了 接收外来的资讯 有机会 安静思考的时候 神给了他 另类思想 第二天 他进了王宫 告诉大卫说 昨天晚上 主告诉我 你不能为他 建造殿雨 这很不容易 因为无论怎么看 大卫建造殿雨 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可他从神 得到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启示 但他也 因此带来一个神 给大卫的启示 给大卫的一个应许 那个将要成为 圣经里面 旧约时代 最伟大的应许之一 后来 弥赛亚基督 被称为大卫的后裔 就是这样来的 我自己也有 好几次生命当中 很重要的转机 是在夜间 从神得着一些亮光 一些思维而来 也许您也是 所以您不要轻看 夜间的事 诗篇里面说 我在夜间 思想夜间的歌曲 我扪心自问 这个在夜间 夜间扪心自问 是一个生命当中 很好的一个操练 一个习惯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不是只有大自然的 夜间才叫夜间 我们有时候会把 环境上的不顺遂 说成是一个黑夜 把心灵上的一些苦楚 也不容易的事 觉得孤单 恐惧 彷徨 忧闷 伤心 痛苦的时候 可能我们也 会成了个叫 心灵的黑夜 这个诗人就是这样说的 他说 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 我扪心自问 我心里也仔细地省察 我想苦难 如果带给一个人 思考是很好的事 我们常常 会在苦难的时候 想着只是怎么脱离苦难 有可能我们应该要思考 甚至还没有苦难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思考这些事 先前我们有一篇信息 讲到这个 生喜欢我们用头脑 来思想生命的事 一些苦难的时候也是这样 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 讲到苦难 他有像这样的话 罗马书第五章 保罗说 在他讲完 因性诚意的道理之后 我们既因性诚意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相合 与神和好 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说 我们又借着他 因性得进入 现在所占的这个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 盼望神的荣耀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直到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他提到患难生忍耐 他讲了一个词 他说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我想保罗提到 因为知道 显然 那是一个思考的题目 因为思想 去思想它 用头脑想它 才会知道 但因为我们不是 从圣经读这个话 而是我们从心里面 我们想过这些事 而知道的一件事 就是患难生忍耐 忍耐会生出老恋来 老恋会生出盼望来 保罗到了罗马书 第八章提到 人可能遇见的各样的 不容易的事情 也是这样讲的 他用的语气 就是要让我们去思想 知道 我可以读 几句话你就知道 那你怎么样用思想 在罗马书第八章 三十一到三十九节 他说既是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神能抵挡我们呢 我觉得这个语气 带着一个 你应该去思想的事 神如果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 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这个岂不 显然是一个 带动思维的事情 所以 神喜欢我们 因为我们的头脑 想许多的事 无论是环境的黑夜 心灵的黑夜 但因为我们都 这样来思想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讲 诗篇这一句话 在夜间的时候 扪心 自闻 愿上帝赐福给您 我们下一次再会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平将从地道 就是我们 我们一条心 踏着道路 因为学会被冲击 因为血会被冲 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圆育地 处于耶路撒冷 也和我一样